大家好我是山姆 有的人會問說為什麼我練臀中肌都沒有感覺 可能他的教練啊或者是他的治療師是建議他要練臀中肌 因為他可能膝蓋有受傷 所以經過檢查之後要練臀中肌 可是他自己練的時候沒有感覺 那這樣子的案例其實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會有出現 所以我分享我個人的經驗 那第一步我們會先要求其實不管做什麼訓練都要 確定你真的練到你要的目標肌群 而不是純粹去看那個重量 因為如果你重量很重 可是你的目標肌群卻沒有訓練到 那其實對我來說這個動作可能沒有 在重量上可能會有效益啦 但是如果你要講求傷害預防上可能效益就沒有那麼高啦 那我們第一步會要求你要正確地喚醒肌肉 讓肌肉可以及時做出反應 我們以跑步來說好了 你跑步觸地時間很短 所以你的相關的肌肉必須在短時間內做出反應 讓你的身體可以維持在良好的姿勢下不斷地跑步 那如果你的臀中肌沒有及時做出反應 那會導致其他人就要來代償他的工作 那我們最常出現的就是擴肌膜張肌 那你有了會延遲反應呢 那你的關節也會導致他不穩定 那我們在強氣訓練書其實有談到臀中肌的喚醒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那有些人問說為什麼 那我們怎麼去檢查這個肌肉有沒有確實被我暗醒 其實我們會做所謂的肌肉反應測試 但因為這個測試稍微比較 就是說如果寫在書上會比較複雜啦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大家也可以去參與我們辦的講座 就是肌肉喚醒術裡面會談到這個 那第二步的話會先要求要活化肌肉 前面你把它想成肌肉就是一個燈泡 我現在把燈泡轉亮 可是現在呢我的主機跟我的燈泡這個中間的關係 這個線路還沒有被活化起來 所以我這個動作有點像是我把線路把它重新換一條新的 讓它的連線更有效率 那我們以身體來講 就是我們做活化肌肉的目標 其實就是讓你的大腦 跟你的目標肌肉的連結會更活躍 更活躍 就是讓它的排名提升 當你的排名越前面的時候 身體就會越喜歡去使用這個比較活躍的肌肉 那方式就是大概是獨立肌群等長收縮 三到五組至少六秒 那這部分呢 其實在我們辦一些講座裡面都有提到啦 就是我們會針對這個 比如說以臀中肌就是右下角這張圖 用這個姿勢讓它做等長的收縮三到五秒至少六秒 那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其實非常容易抽筋 尤其是如果你是被診斷出說臀中肌無力 然後來上課的人 就是有一個案例就是這樣 就是它的治療師跟他說臀中肌無力 可是他也不知道怎麼練 那我在協助他進行訓練的時候 去活化他的臀中肌的時候 就會發現 他受傷的那一邊很容易就抽筋了 那抽筋主要就是缺乏訓練 那抽筋背後就是疲勞 因為你缺乏訓練他 所以他抵抗疲勞的人力就會比較差 所以比較容易抽筋 所以第二步要去活化你的臀中肌 活化你的臀中肌 那第三步我們會去活化動作 剛才是活化肌肉 現在是活化動作 動作的部分其實如果以詳細訓練書上來說 我們會做運動員知識的迷你彈一帶的橫向 及直線走路 然後講三個關鍵 三個關鍵 雖然我之前有錄過影片 我這邊提一下三個關鍵 第一個就是要保持運動員知識 也就是說你吸 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就是兩腳與肩同寬 膝蓋彎 屁股往後 這就是運動員知識 但是不要站直直的 不要身體站直直 或者是膝蓋往前推 膝蓋往前推 膝蓋往前推在書上我有講 就是右上角那個叉叉 就是不要把膝蓋往前推 那有些人會越做身體越直 那其實有研究其實在特別講這個 如果你可以保持運動員的知識去做的時候 其實你臀中肌的活動會比較多 同時可以減少擴肌膜腸肌的活動 那這就是我們希望的目的 我們希望在活化的動作裡面 去特別針對我們希望的目標肌群 那如果你身體站直直的情況下去做橫向走路 其實你自己 我們不要說用研究來看 你自己去嘗試身體站直直的 然後做橫向走路 你也會覺得擴張膜腸肌那邊的感覺比較多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就盡量要維持運動員知識 就是從第一步到最後一步都要維持這個知識 不要越做身體越高 越做身體越高 這是我們在教課的時候比較常出現的 就是學員可能越做身體越高 那這個效果就比較沒有那麼好 那第二個就是腳尖朝前 就是我們會希望你的 比如說你的膝蓋 像是車頭燈一樣要往前 那有些人會做外巴 然後你會有壓子步 其實這個東西可能會 有可能是你的習慣造成的 比如說有些人會做深蹲 那你習慣外巴或走路會外巴 那我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刻意要求他膝蓋要朝前 刻意要膝蓋朝前 那第三個就是彈力帶的阻力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就是當你阻力太高的時候 其實你動作會很難維持正確 那你會動作就跑掉 那跑掉就沒有訓練到我們要的目標肌群 動作跑掉就會出現代償 就會亂用力 這是我經常跟學員講的 就是亂用力 那我們活化的目的其實只是要建立感覺 不是要建立疲勞或是力竭 那因為有些人會問我說 為什麼不賣重的彈力帶 其實重的彈力帶 那當然就是比較不會斷掉 它可能會比較符合民眾想要購買的需求 但是其實如果你知道活化的目的 其實越阻力越輕的反而會越適合 但是阻力輕一點的它相對 就比較容易斷掉 比如說你黃色彈力帶套在腳踝上面 那如果你拔起來的時候剛好你穿鞋去割到 那它就很容易斷裂 但是我們工作室自己都還是用黃色的 我認為黃色還是比較適合 就越輕的阻力其實是比較適合 越重反而不適合 那第四步的話就是要整合到人的全身性動作 你不能說一直做什麼臀衝肌相關的動作 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問我說為什麼跑步爬山這個膝蓋不會好 因為你畢竟沒有把這個比較獨立肌群的動作 去整合到全身性的動作 因為你畢竟你走路爬山跑步 或者是球類運動都是全身性的動作 所以你還是要將這些活化之後的肌肉 活化肌肉活化之後的動作把它整合到更全身性的 那我們會希望盡可能漸進到單邊動作 去挑戰空關節的穩定肌群 以詳細訓練來說它可能會有兩個 就是下肢的部分會有下肢寬足導 下肢吸足導 那寬足導的部分其實我們會先從雙腳的直吸硬舉開始 然後漸進到單腳的直吸硬舉 那這個漸進到單腳直吸硬舉 它學習曲線比較長 對一般來說它就要學比較久 那我其實蠻推薦一個工具叫地雷管 你可以用地雷管去做單腳直吸硬舉 做起來其實相對掌握性會比較高 而且會訓練到整個臀部跟我們希望的目標肌群 包含是臀中肌 那下肢吸足導的部分 我們教學通常是從分腿蹲開始 然後漸進到後腳抬高蹲 踩網球的單腳蹲跟真正的單腳蹲 這就是照強勢訓練裡面 書上的一階一階這樣來進行 核心訓練的動作的部分 其實除了大家很常做的棒式 測棒式之外 其實我會建議加入跪姿 因為跪姿其實會去訓練到 懷膝關的側向穩定 然後跟你的骨盆核心軀幹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比較忽略的 就是我們可能還做棒式測棒 但其實你加入跪姿的時候 你感覺會不一樣 而且但是這個訓練到的效果 可能會更符合我們在走路啊 爬山或球類運動的需求 那最後就是我一直跟學員講 做到位比做難來得有效 就是說 你要把一個動作推到很難 其實做得很花俏 其實當然只要有創意就可以啦 但是重點是做到位 有些人可以做到很難 或是以我的經驗啊 就是動作他可能可以做很難 或重量可以做得很重 但是其實他可能都沒有訓練到目標肌群 所以我真的會覺得說你與其這樣 你做訓練不是為了開 不是單純為了重量越重 你是希望真的可以改善 預防受傷改善你的運動表現 所以我會希望是做到位 比做難來得有效啦 那以上分享 好看 好看